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夕網管加強了網路審查 網路禁忌詞增多 根據《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收集的資料 有網友發布了一條評論天氣的博文 說開始變天了 暴風雨即將來臨 結果遭到了官方的線評 最後還被刪除 《中國數字時代》說 可能是官方擔心這條微博引發政治聯想 還有網友上傳了一張動態圖片 畫面是一人在沙灘上奮力的拖地排水 圖片配文忘不到盡頭的愚蠢 疑似諷刺防疫清零政策 這條微博在被轉發1.9萬次 點讚5萬次之後 官方開啟了評論隱藏 10月10號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臺灣當天在總統府前廣場 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 展示在中共的霸凌下 臺灣守土衛國的決心 中共則在當天派出26架軍機 4艘軍艦在臺灣周邊侵擾 國防部通告說其中有8架軍機 進入了西南防空識別區 再來看到 浙江省寧波市北輪區 10月8號將生活在當地的 6.3萬河南人的健康碼全部改為紅碼 消息在大陸網路上引發關注 被批評是一刀切 由於批評的聲浪太大 寧波北輪區官方10月9號發通告道歉 說因為操作簡單化導致被覆紅碼的人員範圍擴大 給相關人員帶來不便 現已糾正 通告聲稱當地正嚴格的按照防控的要求 對國內設議重點地區抵達北輪區的人員 分類實行了7天的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7天的居家隔離醫學觀察 還有3天居家隔離觀察 加4天居家健康監測等 但是目前居住在寧波的河南商丘人彭先生 對大紀元披露 浙江政府說是道歉也沒有改正 說部分區域太嚴的會改 實際還是一樣 大陸網民也對寧波官方的道歉不滿 紛紛要求問責 質疑說官方隨意的覆紅碼 只用操作簡單化就能洗白嗎 好 新聞來看今天的時事禁聞 被視為中共二十大預備會議的十九屆七中全會 正在北京召開 約300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參加 其中中共主席團排名以及二十大人事布局等成為全會的看點 有專家分析了這次全會的多個詭異之處 中共七中全會10月9日開幕 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報告 會上討論二十大報告稿及黨章修正案稿 並將提請二十大上進行審查和審議 按照往年慣例 中共每屆七中全會都是下次黨代會的預備會 會期一班四天 接下來10月16日 二十大黨代會將在北京開幕 開幕後將舉行二十屆一中全會 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 這次七中全會關係到二十大的人事布局以及習近平連任 因此備受輿論關注 按中共慣例 每屆黨代會都要成立大會主席團 但是中共至今沒有公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 二十大召開前一年 直五號就會公布出來主席團的名單 旅美經濟學者鄭旭光也發現 這次全會的報導 央視晚七點新聞聯播也沒有報 中共軍方也沒有積極表態支持習近平 七中全會召開當天 中共《解放軍報》稱 戰爭出現萬一很正常 只有做好萬全準備才能遇見萬一 排除萬一 戰勝萬一 確保有備無患 處變不驚 文章還引用鄧小平的話說 即使出現大風險 天也不會塌下來 文章也引用毛澤東的話稱 必須把工作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 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 文章通篇媒體習近平 中共軍網和國防部網站7號發表文章 明確提出製軍不要人質 被指否定習近平的軍委主席負責制 鄭旭光說 還有一件詭異的事 七中全會召開當天 黨媒就報導了 而之前幾乎都是在會議結束後才報導 或許和習近平處理的幾件大事有關 旅美時事評論員惠虎宇說 如果七中全會上有老常委對習近平發難 習近平會很被動 但有沒有元老敢站出來是一個問號 惠虎宇說 像現在江澤民 宋平 胡溫這些元老都已經不起作用了 中央社9號稱 二十大的人事佈局是習近平打破慣例 取得超常規權力的必經之途 前提是新常委及政治局委員能忠實地執行習的決策 既扮演著貼身護衛的角色 也是習未來對黨內能否指使的關鍵 因此 政治局成員的變化值得關注 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 往年 房中會推出大量促銷方案的金九銀石 今年黯然失色 最新的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 跌幅最高的北京年減幅度達到64% 而為了刺激房市 當局不僅下調了公基金貸款利率 還推出了所謂的一人購房全家幫的政策 每年的9月10月被中國房地產業界稱為金九銀石的售房旺季 不過今年卻金銀失色 根據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等一線城市 在十一長假期間 房市成交規模較去年同期下滑 北京跌幅高達64% 我們看到2022年從進入1月份到現在 整體都是一個明顯的下降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非常之不好的一個勢頭 因為中國房地市場就是過去的 差不多20年來都是一直增長 而且增長的情況還是比較理想 做完之間現在下降 下降的幅度比較明顯 整體的房子的成交量到價格都呈現一個下跌趨勢 這跟中國經濟民營企業的活力在逐漸的消退 整個社會的那種貧富懸殊的差距也有大 為了穩經濟舊房市 中共當局持續頒布房市新政策 中國各地有越來越多城市推出公基金新政 明確直系親屬 可提取住房公基金協助購房者支付房款 也就是所謂的一人購房全家幫 現在是由於房地產出了很大的問題 中共現在還幻想著要能夠把房地產激活 還是讓大家奉勇去買房 這時候它就是降低了公基金的貸款 一人買房全家幫 你不管你有個公基金資格 但是你家的你父母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家人 親屬他們願意幫你的話 他們公基金都可以拿來用 評論認為 中共為了刺激買房 不斷推出新政策 顯示當局已經非常著急了 什麼手段都用上 但是能不能達到預期目標 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中國房地產這個泡沫已經捅破了 過去買一套房你就能發財 支付這個信仰已經破滅了 這時候你再怎麼用這個刺激 如果大家那個什麼預期不改變的話 你這些措施都是沒什麼用的 中共規定的長期住房儲蓄公基金制度 屬於職工基本福利 五險億金中的億金 計畫用於購買 建造 改建 裝修自住房 或交納房租 民眾使用公基金買房 可享有投期款低 還款方便等好處 其實這個優惠是力度非常少 10%都不到 這東西必然是透支了整個家庭 未來的收入也清空了一個過去的存款 這時候這種東西就是證明了 目前的整個房源市場是非常不好 不僅如此 南京公基金管理中心還發布 關於調整個人住房公基金貸款利率 有關事項的通知 公基金貸款利率最低下調至2.6% 一般的房貸的利率叫做商業貸款利率 一般來說它會比公基金貸款要高很多 公基金貸款相當於是商業貸款的60%左右 不是說每一個人的公基金 尤其是臨時工 還有一些比較普通的企業 或者是我們說的農村戶口的 也沒有公基金的 這是有個區別 在公基金貸款方面 給大家放出一個優惠 放出一個好消息出來 但是這對普通的購房者來說的話 其實意義並不大 公基金下調之後 它的商業銀行的房錢貸款 也會同樣跟著下調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是整個房地產 結構的問題 評論認為 中國經濟發展 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 儘管中共官方持續推出房市利多措施 不過由於開工率低 購房意願下降 加上疫情清零政策等因素 中長期來看 新房需求恐怕還是減弱態勢 雄安新區為何爛尾 河北學者披露內情 歡迎回來繼續收看中國禁聞 深陷爛尾非議的雄安新區在中共二十大前 因為發改委的一個新聞發布會 一趟開往北京西站的列車 這位不方便據名的北京紅二代說 雄安根本就沒有人願意去 9月20號 中共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 發改委地區司副司長曹元猛在會上聲稱 從2021年起 在京部委所屬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等單位 分期分批再向雄安新區搬遷 但來自雄安的旅美學者李先生表示 沒有單位真的搬到了雄安 李先生分析說 中共是極權專制體制 資源都集中在中央 雄安新區是中共2017年4月宣布設立的國家級新區 範圍包括河北省的雄縣、榮城縣和安新縣 中共聲稱要投資30萬億元 把它打造成首都副中心 黨媒宣傳說 這是千年大忌 一度帶動當地房價與河北相關的股價暴漲 但不到兩年 就傳出了建設停滯、工程爛尾的消息 習近平2019年1月到雄安新區考察調研時曾批評說 雄安這兩年幾乎沒有動一磚一瓦 李先生認為 有三大因素決定了雄安新區一定會爛尾 那樣的大事業化會更新進行的 2021年7月 河北省人大常委將雄安新區管理委員會 列為河北省政府的派出機構 雄安新區一下從國家級新區直降為地級新區 中共官方的宣傳隨之降溫 雄安新區也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這次中共發改委突然又舊話重提 聲稱雄安新區完成了4000多億元投資 推進了100多個建設項目 以進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階段 李先生說 中共發改委的說辭 只是在為二十大做政治宣傳 雄安新區真正完成的項目很少 而資金的浪費卻十分驚人 同時拆遷對當地農民傷害很大 如果雄安新區失敗 50萬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將難以維持 好 下面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河北邯鄲女教師邢海情最近在北京看病 10月6號 邯鄲警方破門而入 將她從賓館強行帶回邯鄲 目前與外界失聯 青海情今年5月6號曾發視頻 直報當地官員 季中能源集團原董事長劉尚林 占用土地給父親修建超豪華墳墓 陝西殘疾訪民封熙霞 9月17號凌晨在北京房山區 被十多名陝西駐京解訪人員 撬門入室 暴力毆打 之後綁架回西安 經醫院的診斷 封熙霞肋骨骨折 顱腦損傷 全身多處軟腿之損傷 封熙霞向陝西省公安廳舉報 被推偉到案發地北京 而北京公安則拒捕立案 山東維權律師吳磊10月10號發消息說 江蘇閻城訪民董晶晶9號在北京遭解訪 手機被搶並被搶行帶回閻城 董晶晶去年11月曾在網上爆料說 她的丈夫弟弟被法院抹黑成黑社會 分別被冤判19年21年徒刑 她自己還被脅迫成為閻城法院領導的玩物 吳磊律師呼籲閻城官方立即放人 也呼籲網友關注 中共二十大將要召開 大陸各地政府對訪民的管控升級 日前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局 發出一份告知書 其中規定上訪者都不准出城 家裡有人上訪 親屬也禁止出城 10月5號 美國國防部宣布 將大江創新、華大基因等13家中國公司 列入第二批制裁黑名單 他們都被認為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 美國國防部去年6月曾公布第一批 與中共軍方有關的中企黑名單 10月5號 國防部再次公布 第二批進入黑名單的13家中國公司 包括無人機龍頭企業大江創新 基因組學研發機構華大基因 以及中國建築集團 其他被新加入黑名單的中企 還包括浙江大華、中國化工集團 和中國化學工程集團等重點企業與單位 這些機構表面上看來它是民用機構 跟軍方沒有什麼關係 跟軍事用途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跟中國的軍方 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他們為中國軍方收集情報 為中國軍方的研發產品 甚至是軍方會派人參與到 他們的生產、經營、管理、技術、研發等各個環節 美國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國防部是根據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第1260H條款的法定要求 公布在美國直接或間接經營的 中國軍事公司的名單 這些中國公司在無人機、生技、黑愛、網路資安 監控系統、雲端以及大數據等領域 為中共軍方提供技術支援 國防部聲明說 這是為了反擊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 該戰略使中國民間的公司、大學或是研究計畫 都會獲得先進技術與專業知識 用來支持中共軍隊的現代化目標 因為現在中共擴充軍力有一個軍民融合戰略 美國制裁的這些公司都是跟中共軍方非常密切的 而且他們的技術和產品 對中共軍方的戰力有很大的提升和幫助的 因此美國這方面的情報做的是相當準確和詳細的 所以很精準的就把這企業列入了黑名單 國防部還說 將繼續更新這一名單加入更多實體 去年6月 美國國防部曾公布第一批與中共軍方關係過於密切 或是積極參與中共軍民融合戰略的公司的黑名單 主要涉及在半導體、電信通訊、航空航太、能源、伺服器等相關領域 包括華為、中芯國際及旗下廠房、浪潮集團、海康威視 中國移動等企業都在黑名單之中 它對內可以增強奴役中國人民的這個專制能力 對外它可以加強和美國爭霸的這個實力 它還可以增強它擾亂國際秩序的能力 所以這個對世界和平和美國的主導地位 都是重大的威脅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指出 美國的遮播制裁對中共來說 是一個巨大的削弱和壓制 英國BBC中文網引述學者的評論說 美國打擊中共的軍民融合 是美中戰略競爭的自然發展 雙方既然在戰略上鬥而不破 經濟上完全脫鉤也還需要時間 那麼自然會優先在涉及核心技術的制高地先脫鉤 以確保美國的技術優勢 上海民眾經歷了清零封城的痛苦 然而有民眾的丈夫在西藏支教又遇到封城 言論還被封鎖 她聲明退出中共少先隊組織 節目的時間關係來看她的聲明節選 上海的陳子儀說 我老公是一名教師 今年暑假她被拉去西藏支教 但不巧西藏疫情來臨 她被迫困在酒店裡 每天吃的東西連豬食都不如 再加上她本身對高原反應就比較敏感 身體怎麼可能健康呢 最近和她視頻通話發現她明顯憔悴了很多 每天我都難以入睡 總擔心她會不會出什麼意外 我已經不敢在牆內談論有關防疫的事情了 因為今年4月上海防疫亂象時 已經被封了一個微信號和一個知呼號了 原因僅僅是我發文批評上海政府不負責任 這就是中共國的言論自由嗎 我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 也經歷過今年上海疫情 也看到許多上海市民天天挨餓 現在中共仍不長記性 還想讓藏族人也經歷這種生活 被這種惡魔統治誰會沒有怨氣 這樣的暴政總有一天會被推翻 中共不滅獨裁不止人禍不止 好 觀眾朋友 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